! 嗨! 這個嬰兒真的不來不已 開始不感相信 直到她出生了 在你面前大哭 然後張開眼睛看著你 初初的感覺很不真實 Salika寶寶是4月份生日 跟我一樣是4月份 但是在一年前的4月份 是我第一個寶寶剛剛離開我的時間 所以4月份是一個很難忘的月份 去年2月 Baby第一次感受到懷孕的喜悅 但沒想到跟胎兒相處僅僅一個半月 就要分開 醫生說未照到嬰兒有心跳 都沒甚麼懷疑 應該未有 但發覺第二次再照的時候 都未有心跳 然後再檢查 結果是檢查不到 醫生確認 醫生說這個嬰兒應該自然淘汰了 建議你做回流產手術 Baby原本要做刮弓手術 拿出胎兒 怎知服藥之後 胎兒自然流出 那一刻 到現在Baby仍然記得很清楚 當時發生的每一秒 每一聲 因為那時排出來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一聲 那個感覺和聲音 到現在 你都不會忘記的 流產之後 Baby很快就再次懷孕 還成功生了Salika 微補了心靈的創傷 Baby的媽媽當時一直在身邊支持她 自己做媽媽 站在她身邊的時候 除了難過之外 有時真的不知道 可以說什麼話去安慰她 給多點時間休息 調理好自己的身體 最重要最重要是 先調養好自己的身體 容易一點 可以迎接第二次的生命再來 Baby說 想起最初失去胎兒的日子 情緒都很不穩定 最初知道 我真的要流產了 腦袋完全一片空白了 我怎樣面對 不敢相信是否真的 是否還有機會 可能醫生搞錯了 我真的很想要那個BB 很掛念她 始終都是一個生命 你都很想知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到現在 我們都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自己第一次已經流產了 也有慣性流產 所以都會很擔心自己是否屬於這個群 孕婦為何會流產 甚麼是慣性流產 有多少次才算是慣性呢 有兩次或三次以上流產 我們叫慣性流產 在歐洲的定義 就是三次或是以上 美國的定義 就是兩次以上 都是屬於慣性流產 中大的慣性流產門診服務 專門為多次經歷流產的女士 找出流產的原因 慣性流產 慣性流產 很多時候都在頭八個禮拜發生 但小部分大概一成左右 是在中期第十三個禮拜 至到二十六個禮拜開始發生 她說每一百個孕婦當中 就有一個出現慣性流產 慣性流產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是胚胎或染色體出現異常 子宮先天性結構不正常 荷爾蒙或免疫系統失衡 又或是有血栓現象 即是孕婦的微思血管中 被一些很細小的血塊阻塞 可能影響血液運送給嬰兒 嬰兒缺乏血和營養 就不會成長 而在這麼多原因當中 最常見的是 子宮結構出現問題 很多時子宮有問題 那個婦女未必知道 有時她會有些症狀 譬如是經痛 或者是經量過多 或者過少 子宮的問題 有時是先天生出來 譬如有個中隔 有時是後天的 例如是肌瘤 或者是蜥肉 甚至乎有時是因為子宮內膜 有些黏黏 形成 她會有流產傾向 一個正常的子宮 在三圍超聲波底下 共項應該呈現三角形 但是如果出現中隔子宮 婦女流產的機會 就高達七至八成 這裡看到她有一個中隔 將這個宮腔分開了兩個部份 左和右的部份 血去肌肉是很少的 如果嬰兒躲藏在這裡 她很少血去到嬰兒 營養就會減低 如果我們做手術 我們會將這一堆 拿走它 這個手術在公安放在鏡子 看著它 然後慢慢 一點一點地拿走它 都很簡單 手術大概需要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左右 婦女復原力很快 因為她不需要開刀 她是一個微創的方法 至於單角子宮 即是子宮天生就只得一半 子宮容量會比較小 四成的孕婦會出現慣性流產 嬰兒早產的機會都比較大 這些單子宮 它的子宮頸很多時候都很弱 所以它也有子宮頸不健全 這個問題是高了 所以我們當它懷孕了的時候 要定期觀察和量度下子宮頸的長度 如果它是少於25mm 我們就考慮 要放一個suture 固定它 讓嬰兒不要容易掉下來 在檢查子宮結構的技術方面 有了三維超聲波儀器 照出來就清楚得多 這個就是用三維 我們看到 它其實跟這個造型一體就看到了 我們看到它是三角形 但是你比較起來 2D 看到了 因為它只看到一個平面 它看不到三個平面 做三維必超比兩維必超 是長一點 做的時間只長兩三分鐘左右 一天在肚腩 有些啫喱 塗一塗 或者在陰道做 都是很簡單的 以前沒有三維必超的時候 很多醫生就依靠 然後用公腔鏡 要看裡面的公腔有沒有異常 但是公腔鏡是需要全身麻醉 又貴 對婦女來說可能會有些痛 但是三維必超就簡單很多了 又不需要做手術 而準確性都是相當高的 找到流產原因之後 大多數的情況都可以透過手術 或者藥物治療 不過 每十個流產個案當中 有一半人 就算照完超聲波 做完賀爾蒙測試 書卵管造影等各種檢查之後 都找不到流產的原因 不過 李醫生就說 即使找不到原因 婦女都不用太灰心 通常找不到原因的 其實她再次懷孕的成功率都相當高 有七成左右 去到生嬰兒的階段 很多婦女 她是慣性流產 她很擔心 她以為如果是再懷孕 她的失敗機會很高 但是如果她做完這些檢查之後 譬如我們檢查過子宮的結構 做過賀爾蒙 如果都是正常的話 其實她再嘗試 機會成功的位置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餘三成不斷嘗試 但仍然流產的婦女 醫生會抽取她們的胎組織化驗 看看是否杯胎異常 或者染色體不平衡 如果問題是與杯胎有關 使管嬰兒和杯胎植入前診斷 有機會可以幫助她們成功懷孕 做法是透過杯胎植入前診斷 篩選正常的杯胎再植入母體 可以大大提高彈下嬰兒的機會 杯胎異常很多時都是 那些驗色體過多或過少 又或者是基因有問題 這個現象都是與媽媽的年紀很有關係 當她的年紀越大 這個機會是越高的 所以要預防或減低杯胎以上 就在年輕時 特別是三、五歲以下 就盡早考慮有一個嬰兒 經歷過一次流產 小孩感受到當中的母助 就與幾個同樣經歷過流產的媽媽和社工 成立關注組 希望為流產媽媽提供支援 我也很希望透過我們的故事 希望可以鼓勵一下 我們同樣經歷過的媽媽 其實生命滿希望 這件事其實是不要放棄 正如我們也有句slogan 就是 One is a mama, always a mama之外 其實是 You are not alone 希望她可以move on去做這件事 這也是希望我們帶出來的正面訊息 好